去西门町商圈昨天晚上突然窜出火苗 吓坏了现场游客 还有摊伤差点被波及 连忙推着摊车逃命 消防人员赶紧到场控制火势 索性没有人伤亡 警方调查纵火的是一名理性男子 只因为先前跟一名街头艺人起口角 就愤而点火烧对方的椅子泄愤 结果火势瞬间延烧 差点就酿成大火 准备迎接新年 大批民众都来西门町商圈采买 但突然池楼却窜出火苗 火势不断蔓延开来 有摊伤差点就被波及 连忙推着摊车逃命 这位民众也快步离开现场 同时打119报案 警销赶刀场很快就扑灭火势 索性没有人伤亡 不过折点液已经被烧毁 满地杂物都教会一片 吵架啊 应该有那个吹口心已经下班了吧 对 到那个纸 到纸了就很纸 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 警方追查纵火的 就是这名黄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 犯案完还留在现场观看 他到安后宫圈 因为西门第一名吹口琴的街头艺人 时常怒骂他 两人经常吵架 才会趁对方不再拿打火机 烧毁他的折叠椅报复 没想到火势蔓延到棋楼的柱子 一发不可收拾 该折叠椅 紧淋棋楼的柱子 导致火势啊 进而波及到柱子上的木植包柱 警方当场在他身上搜到 犯案用的打火机 依照公共危险罪嫌 把人依送法办 只是因为起口角 竟然在西门丁闹区纵火 差点创下大祸 不但没出道气 反而把自己送进警局 接下来的后张是鬼台北采访报道